大家不要小看這個胸墊 這胸墊的機動上 我真的找到不差 這種顏色穿起來 其實會讓你在海邊 特別的有 看起來特別有貨幣 今天呢 我就要來開箱號稱是 整形機長海神器的 AIR SPACE 其實去年我就有買過 他們家的基本款 第一次接觸到 就是他們的比基尼穿上去的上 我真的是WOW 然後我就在更衣室裡面會嚇到 覺得這個效果也太好了 直接想到大家尖叫 你們可以看到 它裡面的這個胸墊 是獨家開模的 C型鮑乳波波胸墊 就是可以把你的肉 你知道 集中在這個地方 大家不要小看這個胸墊 這個胸墊的集中效果 真的是好到會嚇死人 除了幫你把肉集中到中間之外 它連你的側包腹都包得非常好 就是包含你腹乳的部分 再來第二個厲害的地方 就是它裡面的胸墊 其實是有加止滑設計的 就不會讓你的內內移位 因為你可能出去玩啊 動啊 你可能舉手投足 有時候你的泳衣就會位移 就非常非常的尷尬 但是呢 AIRSPACE的止滑設計 就完全不會讓你有這個困擾發生 這是我覺得它第二個很厲害的地方 第三個呢 是為了要打造神秘 然後特別做了這個 很集中的集心 一般你們看到的比基尼 中間的集心可能會比較遠一點點 所以就沒辦法這麼的集中 感覺就會往兩邊散 但是它做了這個比較集中的集心之後 就會把你內內內往中間集中 那為了要打到這個暴乳的效果呢 就是AIRSPACE 有兩種不一樣的秤墊 就是雖然同是 我剛剛提到的C型秤墊 但是它有分下緣比較厚 跟側邊比較厚的這兩種秤墊 那我覺得下緣比較厚 是非常適合台灣女生的 因為台灣女生可能上胸都會比較沒有肉 所以它就是讓你的下胸脫高 就是你看這個C 下胸脫高 然後你就會有一種豐滿飽滿的感覺 那另外一種是側邊比較厚 就是如果是比較外闊的女生 它其實會把你的腹乳一起包進來 然後往中間這樣子集中 非常的厲害 那等一下我會一一的把這四套穿給大家看 那不囉嗦我們就開始動點開箱 好的 第一套呢就是我一眼看到套就覺得 嗯就是它了 就是這件印花單綁帶 那其實我有非常多筆記 都是比較淺色亮色的 其實就是白色啊 就是因為我覺得這種顏色穿起來 其實會讓你在海邊特別的有 看起來特別有火力 然後你整個人就是 人群之中你最亮眼的這種感覺 那它很厲害的地方就是一樣 它穿起來胸型非常非常的飽滿 非常的圓 我覺得這件是我覺得 穿起來最歐美感的一件 因為我覺得 畢竟它就是單綁帶 然後沒有什麼額外的裝飾 就是這個很漂亮的熱帶印花 然後它的這個C型鮑爐的波波胸墊呢 就是把你的胸部 往中間集中再脫高 所以你整個胸型就看起來非常的圓 我人生中就是追求圓圓的胸型 所以這一件讓我穿起來就是非常的滿意 然後我覺得它也提亮我整個服飾 因為我覺得不算特別白的人 但是我覺得它穿起來 就是讓我感覺很健康 然後我的褲子呢 一樣是挑選同一款的 這個印花 然後這也是今年的新款 它側邊有做一點點露空 微露性感的感覺就還蠻不錯的 然後它的屁股呢 有做這個抓皺的設計 就是做抓皺的設計 就是讓你的屁股視覺效果看起來就更翹 所以我就選擇這樣子一整套 如果你是已經看膩了素面款的話 你可以選選這種印花款 整個人穿起來就會更亮眼 那接下來是第二套 第二套非常的特別 就是這個的 它是波浪綁帶上衣 那這個波浪綁帶上衣 我當時看到的時候就覺得 哇 就是這個款式我沒有 我就很想要 我最後還是選這個黑色 因為我覺得這件讓我有一種 性感又帶一點可愛的感覺 所以我就想說 我想要性感的成分稍微多一點 所以我就選黑色 其實黑色跟紅色 我考慮超級久 紅色也很漂亮 那這一件呢 它其實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側邊的C型襯墊 它就會讓你的胸部呢 往中間大集中 然後它這個側邊的地方 也做得非常非常的薄 所以你在穿的時候 你完全不會有就是 腹乳要跑出來的感覺 然後就把你所有的肉肉 都往中間的擊中 這件它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是它還有附一個 腰間的飾帶 那這個腰間的飾帶 你可以直接把它腰上 就可以看到 之前很多歐美部落客 他們可能出去玩都會做腰鏈 但腰鏈可能是金屬 真的比較不方便 玩水 但它就是 永逸的材質 讓你可以綁在腰上 除了把那腰上之外呢 你也可以直接穿過胸前 然後往下綁 這樣就是增添性感的感覺 那你也可以 不用這個腰間 試帶直接單穿也可以 所以其實這一件 是可以三穿的 個人就覺得 CP值很高 然後重點是 它可以讓你的胸部 非常非常的穩定 我覺得 如果是比較保瘦的女生 可能會覺得 還蠻有安全感的 然後它的褲子呢 我是搭配這一件 這件也是他們今年的新款 然後我覺得這個泳褲我非常喜歡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它這泳褲是比較小 健一點點的 所以它屁股後面是挖的比較開的 這種泳褲反而會讓你的臀心 更加的好看 就是你的屁股看起來也會很圓 就我剛剛有說 我就是追求胸型很圓 屁股也是要很圓的這個部分 然後它側邊就是開高叉 然後做這個素面的四條帶 我覺得剛剛的第一套藍色 是比較屬於歐美 然後活力的感覺 但如果你是想要 小性感 然後比較穩定的話 我覺得第二套就還蠻適合你 接下來要開第三套了 第三套呢 也是我從來沒有嘗試過的 就是連身泳衣 然後我這次就選比較特別的印花款 我之前其實有去歐美國家 然後試穿他們的連身泳衣過 就我整個穿上去覺得 天啊我在穿布袋嗎 就完全不符合我身型 所以我覺得每個國家的人體型 還是真的有一些不同 就是對於連身泳衣 有一些些陰影 可是直到我穿上它 我就覺得嗯 這個很可以 我穿上它之後蠻經典的地方 就是我覺得它看起來是非常的鮮瘦 所以如果想要遮小腹 或是遮小肚子的人 就是你可以挑這個連身的泳衣 那側邊的話呢 它有做這個側邊的樓空 所以它其實 差也開得蠻高的 所以你整個人的腿 就會感覺蠻長的 所以這一件呢 我是覺得比較適合保守不敢穿筆記的女孩 然後還有你自己肚子跟少腹的問題 比較嚴重的話 就可以選這套連身泳衣 登登登登 再來是第三件 這個是側包上衣 然後紅色 這個紅色是不是你覺得很襯我的膚色 我覺得他們家的紅色 可以讓整個人的膚色更加的體諒 一樣是人群之中你最亮眼 那大家有看到它的 其實這個綁帶的部分 是比較厚一點點的 比較粗一點 因為它會包覆你整個這個側邊的腹部 所以可想而知 這個襯墊呢 一樣是用的側邊比較厚的這種襯墊 所以它會把你的肉肉 就是包含腹部的地方 整塊肉往中間集中拖高 你整個人就會看起來非常的豐滿 那我覺得這一件 因為它有這個加厚側邊包覆的部分 所以你會覺得很有安全感 因為它就是感覺整個 有一隻手在幫你hold住旁邊 所以我覺得這一件 就是如果追求穩定度高的女孩 其實還蠻可以選擇的 因為它真的是幫你把側邊的肉 全部都包進來 你就會真的有一種 嗯我在穿很包覆感的內衣的那種感覺 就如果以內衣界來評比的話 它應該就是三排扣的內衣吧 就是非常的集中 我底下搭配的是白色的泳褲 其實我覺得大家也可以選擇 撞色的搭配 因為我前幾套都是紅色系的搭配 然後我覺得撞色搭配 紅色配白色是非常好看的搭配 就是依照我多年的經驗 如果你上衣買白色 其實你可以買紅色的泳褲 也穿起來非常好看 那我是上衣紅色嘛 所以我就選了這個白色的泳褲 那我覺得他們家的泳褲 都是做雙層布料 所以你不會走光也不會透光 這件事是非常非常無敵重要的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他這個 新款的挖臀設計 穿起來就是屁股會感覺非常的圓 有在重訓的女孩們 絕對是要選這一條 你知道陽兵千日用在意時 穿上去你的效果加倍 好的 那以上就是這四款的開箱 我覺得AIRSPACE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他是真的針對了 亞洲女神台灣女神的胸型 跟身形去做設計 C3 9 10 9 10 10 10 11